大家好,五种生活当中常用的升级 第一种,快速绳头对接 用这个方法进行应急救援时 打法快捷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当它受力时,瞬间锁紧,宁舌不开扣 第二种,户外防风抓紧 我们的户外,大让步,户外亮一绳 大风压风绳,还有户外的防风绳 都可以用到此玩法,进行手动来调节绳子松紧 踏过之后,我们给它拉伸出绳圈 受力时,怎么转,不会打滑 非受力,手动将绳索拉紧 受力,牢牢索紧,不松动 第三种,号称绳结之王的万能结 打法是非常的简单,用途非常广泛 受力,不缓接,不开扣 第四种,绳索破骨 修复结,绳索破骨之后,用起来非常的不安全 会带来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学会这个修复方法,非常的简单 而且快捷,错过之后,双向给它进行拉伸收紧 再次受力,安全牢靠 第五种,钢绳应急剧眼节 我们在使用钢绳施工作业 脱车掉物时,钢绳突然间发生了破骨断裂 在不具备换绳时,我们可以用到此方法进行打结 打结的方法是非常的简单,而且安全牢靠 绳头压到主绳上面 当它受力时,瞬间锁紧 不缓接,不开扣